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欣与老徐的测评泰姆 哈喽 今天是伙伴们来讲唐欣 旁边是一脸颜色的老徐 继续上次的奇葩青团之后 我发现河马先生在这次端午节前夕 也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味道的粽子 比如说就是这个佛跳墙粽 对粉蒸肉粽 亏他想得出来 然后还有榴莲斑吉粽 一听都是那种很网红很奇葩的粽子 我们打算今天一起测评它们 当然我也买了它们家经典的 双黄荡黑猪粽跟喜沙粽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要吃它们 测评它们 然后现在去出发加热它们吧 出发 当然我们面前的五款粽子都已经热好了 我自己第一个最想吃的就是佛跳墙粽 我也是最想吃这个佛跳墙粽 它的样子长得很普通 没有任何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没有任何富贵的感觉 对 我们给它切开 切开有了 好多料的感觉 这是鲍鱼啊 料还是蛮多的 还有这块也是肉 对 这个是芋头 是泥状的 因为在拍这期视频的这几天 我跟老徐有在吃这种真空包装的粽子 很多家的粽子都是非常的干的 但是河马先生这款的料看上去 还是非常的水润的 我觉得可能吃起来会比较新鲜 我吃到的虾米 它不是那种很薄很瘦的虾米 而是能吃出顺度的大虾米 可是你在糯米中能吃出佛跳墙的味道 你来干嘛 你来干嘛 文顺而来的堂堂 真的是 不但佛跳墙 连狗都跳墙 完蛋了 今天五个粽子 我第一个粽子直接给它吃完 这好可怕 热量爆炸 它鲍鱼是 你能感觉出来它是一个真实的鲍鱼 但是吃起来很像一个假的鲍鱼 这整个佛跳墙吃起来的感觉 就是每一口都是不同的食材 所以每一口都会有惊喜 对 料虽然很多 而且每个料其实都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 它没有整体的佛跳墙的那种感觉 我比较期待是真正炖成了佛跳墙 然后咬到中间是那个 胶原蛋白跟汤汁的感觉 我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这个要求很高 但是这也是我期待的 接下去呢我们来尝的依赖是 这次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种子是 粉蒸肉种 天呐 我觉得吃它一定很爽 哇 这一大块全部都是肉 对 这个比刚刚的那个零零散散的料来说 觉得这个会更爽 它的视觉冲击力很强 这个好吃 这个比前面的那个佛跳墙 好吃太多了 它的特点很明确 对 它有点微微辣的 然后呢有红油的香味 所以你吃起来不会觉得这款种子很无聊 它有带有一点点小惊喜小刺激的辣味 真的让人觉得很熟 它的肉中除了辣之外 还是有那种香料 传统那种新香料的那种感觉的香味 对 然后它的肉跟糯米有点融为一体 你有点分不出来 哪里是大块的肉 哪里是大块的糯米 而是一口吃进去 又有糯米又有肉 这个好好吃 然后它的肉用的是五花肉 嗯嗯嗯嗯 吃起来是有肥肉的那种 油油的香香的味道 但是却不恶心 不得不最后再说一下 它的那个辣味 不是一个种这么一个地方 特别的咸或者是辣 而是 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平均的辣度 就渗透到那个糯米里 对 每一口都能吃到平均的辣度 非常棒 好吃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 它们的双蛋黄黑猪鲜肉中 黑猪肉非常大块 你一块我一块 蛋黄是这种比较油的 同时也是结块的蛋黄 它的黑猪肉呢 看上去还是比较大块的 一个粽子里面 有这样两大块的黑猪肉 嗯 它整个还蛮硬的 不是那种 酥化酥化酥香酥香的 是会结块 然后是稍微带点硬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他们家的黑猪肉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真的特别的香 特别的香 回味过来还有一种甘甜 试完三款咸肉之后呢 我们要尝试他们家的两款甜的粽子了 首先我们要吃的是这个 榴莲斑极明以良种 对 它的个头是比较小的 而且是斑极 我想到的就是那种 中间就是榴莲流星的感觉 希望它不要让我失我 哦 天呐 这个 赶紧来吃一口 它中间那个 感觉不是榴莲呀 它目测看起来像是 真正的榴莲的果肉 嗯 但是其实你在吃它的时候 它其实有点像豆皮的口感 只是没有那么薄 就是厚的豆皮 你们想象一下 然后 整个感觉都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就是一个诡异的味道 你就觉得是榴莲味的豆皮 裹在中间 然后外面是甜甜的糯米 整个给人的感觉都很诡异 哦 失败 失败 不要再看见它了 它不属于你 闭嘴 走开 怎么会有狗喜欢榴莲 我的天 你今天是怎么了 唐唐 最后一个就是经典喜沙粽 也就是红豆馅的粽子 红豆粽 哇 它红豆好红豆啊 而且你能去看到它是红豆沙 它的口感超好 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红豆沙里面的猪油 味道太重了 可是我觉得挺好吃的 可能我捧生就是 爱猪油 不行 我不行 我不喜欢那股猪油味 我觉得它的红豆沙加了猪油以后 就会非常的绵密以及柔软 对对 我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它有点过重了 因为我觉得它口感很棒 它的味道调味我觉得也特别好 不是那种特别甜的 但是那股猪油味 我觉得我接受不是很了 我觉得以红豆沙粽子的话 它是一款比较好吃的粽子 我可以给它打到70分 今天五款环环先生家的粽子 我们都已经吃完了 然后最后进行一个总结 我个人觉得五款里面最好吃的是粉蒸肉粽 但是它应该改名为微辣的五花肉粽 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是 也是粉蒸肉粽 对 粉蒸肉粽就很厉害 胜出他们其他的一大截 然后五款里面我觉得最不好吃的 就是这个榴莲斑极粽 榴莲斑极粽 几乎就可以说是采雷款 而这款红豆沙粽其实是好吃的 对 我承认 就是我个人不太能接受猪油味 所以会觉得它有点过猪油 但是我也承认它是好吃的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赞留言加转栏 你的小知识小互动 这个我们都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